哈喽 大家好 我是老汉一 好多的话说 老汉一也现在秋天到了 兰花可以换头吗 其实秋天是个好季节 操作起来也非常简单 但是好多的花园 都是往往会忽略一些个细节 我今天跟大家说一下 操作一下 大家看到我跟前这两份兰花了吗 虽然说状态是不怎么好了 有的话说老汉一 你们这怎么还有状态不好的 这个是我们邻居家的 也是卖兰花的一个 就我跟大家说 好多的花园都很愚昧 就说老汉一 你看我去花店的时候 为什么人家的兰花都长得好好的 我的为什么就不行 其实跟大家说个实在话 它不好的不会让你看一点 让你看到的都是最好的 为什么说它对于甲肥的需求高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叫甲茎 就是这一块 它这一块接这种嘎的 就是说对甲元素需求比较高了 这一颗怕是要不成了 根部也都开始腐烂了 它卖价还不便宜呢 标价还是450了 这一颗很健康 根系也在生长 像这种老调的根系 它就已经死掉了 简单的给它稍微秀一下 这一颗也没有什么价值了 看到这个心损还在涨 其实这个是可以 留个私心 自己留下来养一下 有些话说你怎么那么暴力 我这个人就那么粗暴 也就这三个给它煮到一起了 差不多吧这样 有些话说老花姨你这么个操作会不会太粗暴了 我觉得没什么 一般大家在日常的买花 他们做的还不如我呢 花盆是选择了这种比较深的 有个大大的洞 找了一个瓦片给它直接垫起来就好 然后用了一些大跑力 这个质料是邻居家提供的 咱们也不要太挑剔 大家在用的时候可以说花钱 可以稍微买一些好点的 发酵松明素皮比较多的 这个是用到的花生壳 然后大家在这种往里面种的时候 先对一下行 这个行感就差不多了 然后就是给它反过来一下 反过来 反过来之后给它固定住 把这个根系里面给它塞满个土 一定要 直起来往里面塞点土 然后就是这样给它放下去了 这个根系里面一定要给它塞上土 这是关键的地方 然后就是填土了 然后也是稍微给它拍一下 让它与根系之间够调和一下 给大家总结了一下这个换图 换图的时候尽量的不要加什么肥了 我不太推药 如果说大家非要加肥的话 也可以尽量的少加 大家一定不要用两种肥料 一个是好康多 一个是育肥 因为它是日本 大家一定要有爱国情分 一定要有正能量 注意的就是什么呢 首先要等它干一点 咱们之前说了 要等它干一点再换 容易成坡 再树过来 给这个里面要填满质料 要不然的话会影响根系的发育 刚换过土之后呢 要反复的冲洗 反复的冲洗 把那些灰尘给冲掉 清然琢磨立马 不要带有泥土太多 再有一个就是不要暴晒 然后大概差不多半个月左右的样子 大家就可以进行一个正常的施肥了 是肥的话还是那样 减半不要太多 总而言之 兰花的换土非常的简单 秋天也是可以换土 如果说大家觉得有用的话 记得分享一下 觉得不错 记得点赞加关注 好了 我是老花一 养花这段有三美 下期再见